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育园举办了汉墨北海 北海公园园藏书画展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 您先看到的是今晚我们品画 今年是育园建园460周年 在2019年的4月到5月 汉墨北海 北海公园园藏书画展在育园举行 展示了北海公园深厚的文化底蕴 同时也是南北两大园林高品质的一次文化交流 201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育园建立460周年 北京市北海公园在育园举办了汉墨北海 北海公园园藏书画展 北海育园与上海育园 一北一南 一个大气磅礴 一个婉约精妙 此次展览既是展示北海公园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更是南北两大园林的一次高品质的文化交融 北海作为中国建元时间最早的一座皇家园林 它在它的历史研格当中 它有一部分原藏书画 它的原藏书画分成两大部分 一部分就是延续下来的清宫的旧藏 还有一部分就是近现代的一些著名的书画家 在民国时期和建国以后 通过各种书画的形式 留存在我们这个北海公园的 那么这批书画呢 是北海公园园林文化的贵宝 新中国成立以后 北海公园的领导班子 对这批书画呢 它的宝藏呢是非常有力度的 也是让它达到了传承有序的这样的水平 上海玉园中国著名的古典园林 它的460周年建元之际呢 它也有丰富的书画的原藏 我们到上海玉园来展览呢 既有文化交流的意义 也有一个呢 我们对两家书画文化 在两地进行弘扬的意义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 从中我们得到学习的机会 因为我们在深处上海的一些书画下 并不能经常到北海去 去欣赏沾沾沾沾沾沾沾这东西 那么确确实在我们北京的书画作品 因为他们历史的原因 和我们上海的史是很不一样的 那因为深厚的机电 那么宫廷里面有很多文化 无意后来影响了整个绘画风格 和我们南方民间的显然不一样 我们南方后来因为 这个无可通胀上海这个商务 我们的书画作品营锁了市场 那么难免带入了一些 因为商品原因 影响了我们书画作品 这是两路的 但是我们的祖宗是一个 都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本次展览由海桑林谷 启命维新 芝兰气味 环看今朝 笔经莫庙五个部分组成 展出了北海公园珍藏的 清代至建国后 各个时期的书画作品 五十余剑 涵盖了清代公式画作 民国时期的文人雅籍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与社会名流的作品等 充分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 北海园林的重要文化体现 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就是像这个苦禅大师 他所留给北海的画作 都是他的精美之作 艺术成就都是很高的 包括呢 就是我们在这次选送的 这些像这引寿石啊 秦仲文啊 这都是在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大家 当时呢 苦禅大师来北海 来做这幅英图的时候呢 因为是来出席一个活动 做完了以后 就没有来得及印章 但是我们北海公园 还是视若珍宝的 给它保存了下来 那么呢 在前年苦禅大师的儿子李燕教授 李燕先生 在参加我们北海一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把这幅苦禅大师的杰作 拿出来让李燕老师看 李燕老师充分地肯定了 这幅画是苦禅大师的精美之作 并且啊 为了支持我们这个北海公园的 原藏书画的这项工作 不令让我们去他们家 拿出苦禅大师留存的印章 盖在了这幅画上 以此来证明了 这幅著名的苦禅大师的英图 是苦禅大师的精美之作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 这个清代的工贝了一个花鸟 两个小品 但是前面有一张大的一个梅花 和苏头一个仙荷 这个是地道的 我们中国的花鸟画 而且我觉得画梅花 是非常难的一个 尽管我们中国画会上梅栏 做梅栏上第一把手 但是梅花画得好实在少 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 梅花越画得少越难 它包括了你的书发的根底怎么样 为画造型不可能 构图都不可能 梅花又画得减少 成为了不知 另外还有李柯燃老和李柯燃先生的话 这两位老一辈的 我在北京参加学生班的时候 都他们给我收拾过课 所以我今天看到 等于又再一次回忆这些老先生 对我的教诲 我觉得这些机会也难得 就是人生科短吧 老先生的作品 它是永远留下来下去的 仍要飞飞燃灭 这个艺术品 它的作品永远留下来 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维法 为什么能够一代地传下去 对我们来说 这个对老一辈的作品 都是以景阳的这种 崇敬的心态去观赏的 因为我是搞书法 也喜欢玩绘画 里面特别两个 普星鱼的两件小作品 对我来说感悟颇深 同样用小小的笔触 一个是画的疼 看看是双钩的 好像是画的 看上去都是满满的 但它这个线条 就出了一种灵动 跟那种鲜活的一种感触 而是觉得好像一个很新奇 怎么能画到这样 另外一幅小画是画的梅花 梅花的树干 好像似乎也是双钩形成 但是就变成跟那个藤相比 一个软的 一个硬的 其实我们现在传承中国 传统文化中 并不是说一定要画怎么 大气磅礴 或者是说一定是高大上 这个概念 就是用笔墨 其实就在小的作品中 这个给我的感悟最深的 除了绘画精品之外 北海公园的书法藏品 亦是不可多得的汉墨瑰宝 其中南海王宫广陵遗憾 是由松坡图书馆收藏的 以拂命国二年所述的信函 梁启超先生亲作提拔 此外自新中国成立 国运昌盛气象一新 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名流 也都在北海公园留下墨宝 北海的书画的 这个原藏的这个情况来看 它从明清 这是一部分 包括了当时清宫里面的 一些御用的画家 那么也有在明清时期 非常著名的书画家 你比如像周辰的 像立宗万的 明清时期就比较著名的 书画家的书画 那么再有一部分 就是在中国的近现代的书画史上 非常著名的人物 那么还有一部分 就是一些老一辈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 本身也作为学者跟书画家 你比如像董碧武 像董老 他们留存下来的这些书画 所以说我们这次来展的 这五十多幅书画 都有涉猎 都有选送 那么他们的主题 一个就是按照北海书画的 收藏的历史言格 来展现给大家 那么再有一个 也通过中国时代的变迁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它的整个书画的渊源 我们在此也借这个机会 在预言也向大家也展示一下 这里很多首届都是一些大名人 或者在我们一个 租政司令的 一个叶元赛的 还有郭默日院长的 这些都是大名人 他们的书画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他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 是非常非常诚实的 尽管是一个军人 一个元赛 一个将军 他们拿着写的字 完全是尊重的地道的中华文化 因为现在尤其在学校里面 这个电脑都很方便出现 所以无印中我们不会写字了 这是很大的优惯 我说提醒了我们 大家看看吧 我们一些领导同志 一些将军 一些元赛 他们只能写得到这么水平 这就对我是搞专业的书画的人 我觉得也觉得有点羞愧 你像过老的字啊 越元赛的字啊 都是相当了得的 应该像这些老前辈学习的 确实是千只百坛 每一幅东西都可以体现 他们老前辈的一种气魄 对我今后的书法中 也可以有很多的借鉴 特别是 我看那些作品中 很多人都是八九十岁 小的是七十多岁 他们都飙了年龄了 因此说这个对我们 现在就是崇尚 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 虽然这个 这些老一代的革命家 他们并不都是专业的书法家 但是在这个书法的作品中 我们学到了他们一种精神 学到了他们一种气势 这个对我今后的创作 是很有帮助的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 回溯汉墨北海 北海公园原藏书画展的展览元起 就不得不提2018年9月 在北海公园举办的 海上墨运上海御园 馆藏海派书画名家精品展 展览共展出61件套 海派书画精品 涵盖了从清末 民国 到现代不同时期的 多位著名海派书画家的作品 展现了海派书画绚丽多彩的艺术特色 和精彩分成的笔墨情趣 回溯汉墨北海 北海公园原藏书画展的展览元起 就不得不提2018年9月 在北海公园举办的 海上墨运上海御园馆藏海派书画名家精品展 展览共展出61件套海派书画精品 涵盖了从清末 民国到现代不同时期的 多位著名海派书画家的作品 其中包括 海派书画绚丽多彩的艺术特色 和精彩分成的笔墨情趣 实际上这次展览是我们两个单位之间 就是北京北海公园和我们上海议员 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 那么为什么要我们这两个园林之间 做这样一个展览交流展 实际上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主要尤其是北海的 它在北京书画界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它等于是金派书画的发源地 当初的皇宫贵妾 他们经常会在那里雅结 主要代表了金派书画的一个主要特点 那么玉园它是一个海派书画的发源地 当初大概有四五十个 在整个老城乡区的一些书画家 他们把他们每年润阁的一半 拿来救济穷 就是在玉园书画上会的这些润阁 就拿来一半是拿来救济穷人 那么这个一直延续到现在 到目前为止 我们玉园书画上会这个组织 还在继续活动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所以一个是金派书画的发源地 一个是海派书画的发源地 两个不同画派 不同画种 我们进行安排了这样一个交流 就是文化上 这是南北文化的一种交流 也是海派书画和金派书画之间的 一个交流 玉园 原是明代四川不正史潘允端建造的私家园林 建筑精美 景色秀丽 有东南名园观之美誉 同时也是海派书画家们喜爱的云集之地 宣统元年即1909年 玉园书画善会成立于玉园得月楼内 首任会长为钱惠安 后有武昌硕 王一廷等继任 玉园书画善会是当时众多书画社团中 最有影响力的之一 几乎聚集了当时在乎的重要书画家 因此玉园亦是海派书画的发祥地 2019年正值玉园书画善会成立110周年 上海现在除了上海博物馆 朵云轩还有我们上海玉园 是海派书画的馆藏的一个 比较集中的地方 现在我们馆藏书画有好几千幅 有三千多幅 那么这些书画有几个部分遗留下来 一部分主要是我们玉园 就是历年来从1960年代初 玉园正式对外开放了以后 那个时候逐渐逐渐有我们 有意识地把当初的一些海派的 一些书画家 包括像陈诗发 刘海树 包括像谢知柳等等这样一些大家 请到玉园来也收集了一部分 这是我们馆藏书画当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另外就是供应师合营以前 我们整个上海玉园 我们现在看到的玉园区域 有22个行业工会站着 像我们这个起草堂 就是当时花布业工会 像我们的老军店 就是铁业工会 像我们的三岁堂 就是豆米业工会 像我们著名的小刀会的点春堂 它是堂业工会 一个所在地 这些行业学会它都有各自的馆藏的东西 包括书画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玉园不仅是书画馆藏量很大 古典家具的收藏 我们同样也是在整个上海 也是占有很大的一个部分 实际上这个跟我们这段历史有关 我们这段历史也是家具的馆藏 也是从那个时候公司合营以后 都遗留下来的 那么书画馆藏也是这个时候 这是我们的第二部分就是馆藏 一个是我们就是包括一些大家 七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一些大家在预言笔会 雅集 遗留下来 另外就是我们说的第二部分 就是刚才说的各个行业工会 本身它们有一部分馆藏 还有一个近现代的一些艺术家 书画家们对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捐赠 2019年7月 画中玉园 纪念玉园建元460周年上海画家写声展 在玉园青涛阁展厅开幕 展览展出了来自上海硬碧画学会 多位画家的九十余幅精品佳作 其实 玉园因其优美的环境 和深厚的历史文化 一直是艺术家热衷于表达的对象 实际上画玉园历史上就有 早在清代中后期 从我们的馆藏书画当中 就有不少是画玉园的 那么到了玉园重新修复开放以后 有不少的画家画玉园 包括近现代 包括现在我们戴东邦老师 他也曾经画过玉园的一些情况 就是画玉园书画上回的一个 春泄秋若图 就是我们后面有这样一张图在 最近我们又在策划一个展览 上海著名的一些 包括一些硬笔画家 包括油画 包括这样一些的画家 最近又在我们预园举办这样一个活动 其中还包括我们一些像陈一鸣 那个相关的殷小杰 像我们原来上海博物馆的陈锦 等等这样一些老师 最近他们也都在预园进行写生创作 包括硬笔 油画 蜡笔画 包括钢笔画 素描等等形式 就是画玉园的这样一个写作 玉园是江南园林中的佼佼者 也是上海城内仅存的明代园林 它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繁华大都会上海的中心区域 成如一张文化名片 活色生香 吸引着海内外游人的驻足与流连 玉园之所以它有这样一个地位 从历史上来讲 玉园在过去的几百年历史当中 因为今年正好是玉园渐远460周年 在这个460周年当中 尤其是最后的这个200年历史当中 玉园在整个上海地区的园林当中 它是最大的 地位是最高的 因为当初像路香园 半松园 野狮园 等等这样一些在老城乡去类似的园林 就有几十家 那么这个几十家园林当中 玉园的地位 从它的大小 从它的那个造原的艺术 来说它应该是地位是最高的 那么这个几十年以来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后 现在玉园商城是上海近现代商业的一个标志 那么玉园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一个名片 那么这个两个部分相对一张 的确在我们现在的整个上海市当中 应该说取得了比较高的作用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下期您将收看的是 布里兰特曼多萨是菲律宾当今 最卓越的电影导演 在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 他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大师班 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电影理念